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四位毕业校友回母校同欢 就是回来有非常多的感动 因为看到很多的同学还有老师 真的是非常难得 就是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对 很开心 那今天这个活动是同学们自发性的办 今年的三十儿立活动已经是 我们彰化高商的优良传统 已经办了大概是今年是正式的第九届 那一届传一届 在我们去年办理了全球张商日 也是因为蓄积了三十儿立的能量 而办理了全球张商日的一个活动 那在学长们传承之下 包含总招的一个还有干部门的努力 那所有的活动包含老师们的回来 都是非常的感动 那这一次是透过各班的班招 在群组 利用群组 FB 还有一些LINE的群组 然后还有打电话轻发 然后就邀请同学回来参加 准备张话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